看夏天才逃遍 转眼满地落叶 远远地白云依旧无言 像我心里感觉 还有怎不见 跟去年说再见 转眼又是冬天 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 有种沧海桑田 无常的感觉 Friend 我对你的想念 此刻特别强烈 我们如此遥远 朋友孩子的脸 说着生命喜悦 如果说我们依然相恋 说不定在眼前 是另外情节 Friend 我对你的想念 此刻特别强烈 此刻特别强烈 如此遥远 Friend 我对你的想念 谢谢杜华今天唱 请小胖老师奖品 这个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歌 不管是《欲知浩二》的版本 还是《顺子》的版本 他们都是很能唱的 唱将型的演唱方式 来演唱这首歌曲 反而你跟他们这两位原唱的落差很大 我觉得你是在唱你的味道 我很喜欢 志炫老师 志炫老师是相反的意见吗 我觉得后面堆的还不够 在朋友孩子的脸 说着生命喜悦的时候 其实在歌词的内部 已经开始有一些 想象的画面跟内容了 这个部分其实 是另外一种情绪 可是你用相同的方式处理 那个就会让我觉得 到后面听完的那个感觉 那种内敛的那种 想要表达的那种感觉 不过瘾 谢谢老师 好 马上来看分数 请评审按灯 杜华经理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十六 十七 十八分 好 建宁老师 值得两分的原因是 我觉得你太年轻了啦 我觉得这首歌词的词 写得非常好 可是它是必须要有所体会 试过境迁的 可是就像志炫老师说 我比较认同 你今天的操作 那个层次太不分明了 就是说你太轻了 去全是这首歌曲 我觉得在那个情感上的浓厚度 比较没有呈现出来 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大体上来说 你有一个自己的诠释方式是很好 可是我觉得写歌的时候 在选歌的时候 它本身有一个生命感 你必须要去照顾到 那个歌的生命感 它在陈述的是什么 它在讲一个 事过境迁 一个事隔多年 对感情的一种遗憾 但我觉得你可能 比较没有这样的感情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听不到 那个感情的厚度 了解 好 这个唱到后来 有时候都是跟生命的经验有关